在上一集里,我们看到了C语言与Unix操作系统如何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基石 它们带来了可一致性与统一的标准 让程序员第一次能够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写出复杂而强大的系统 然而软件世界的另一面却逐渐显露危机 随着项目规模膨胀,但把行数动辄上百万,开发过程失去控制 延误、操织、漏洞频发,几乎成为行业常态 这段时期被后人称为软件危机 IBM的OS360操作系统正是这场危机的缩影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超大型软件项目 上百名程序员被召集到同一战场 项目开发冗长复杂,一再延期 最终的产出甚至偏离了最初的设计 项目经理弗雷德里克·布鲁克斯在多年后写下经典著作《人月神话》 他坦言在OS360的管理中自己曾犯下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错误 也正是这本书里他留下了那句影响深远的论断 像一个已经延期的软件项目增加人手 只会让他更晚完成 OS360的故事让整个行业第一次直面一个残酷的事实 当软件规模突破数百万行 传统的变成方式已经不足以驯服复杂性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浮现 除了函数与流程图 我们是否需要一种全新的抽象 一种更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式来组织软件的复杂性 时间回到1960年代初的挪威奥斯路 在挪威计算中心两位科学家 克里斯丁 尼加德 奥勒 约翰 达尔正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让计算机不只是计算数字 而是模拟现实世界的运行 他们面对的是交通流量 银行排队 工厂流水线这些复杂的系统 而如果仅仅依靠函数与数组来描述这些实体 往往显得笨拙而低效 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概念 class 类 类就像一张蓝图定义某种事物的属性与行为 而从类中生成的具体实力便是object 对象 如果你定义了一个汽车类生成出来100辆车 就是100个对象 他们有不同的颜色 速度 状态 却共享同样的定义 更进一步 他们引入了继承 新类可以基于旧类扩展 比如电动车类 继承汽车类 只需增加电池与充电逻辑 这意味着程序世界第一次拥有了层次与关系 他们不再只是写函数 而是在描绘一群能够交互的对象 这就是similar语言带来的革命 尽管它运行缓慢 缺乏广泛应用 这段代码或许显得古老笨重 但它第一次把类对象写进了现实的编程语言 然而similar的影响力依然有限 真正把面向对象从实验室带向理想主义实践的 是几年之后的small talk 时间来到1970年代的加州 在斯勒研究中心 有一位最具远见的科学家艾伦凯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如果一切都是对象会怎样 这便是small talk的诞生 他的理念非常纯粹 一切皆对象 对象之间通过消息来沟通 程序不再是函数的堆叠 而是一个个对象在对话 更重要的是small talk不只是语言 它还是一个完整的交互环境 在这里研究人员第一次实现了图形界面 这成为后来苹果麦金塔的灵感来源 艾伦凯希望孩子们也能用small talk学编程 在他看来计算机应该是每个人的创造工具 而不是冰冷的机器 然而理想主义也有局限 small talk运行缓慢 硬件昂贵 思乐公司更没有把它推向市场 它没能进入主流 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直到今天 许多编程语言和系统中 依然能看到small talk的影子 在Cmailer与small talk展露头角的同时 另一股力量也在主导着软件世界 结构化编程 Pasco C等语言强调清晰的控制流 函数与模块化 让程序更可读也更可靠 它们确实比早期混乱代码更好 但依然存在局限 函数彼此割裂 难以表达世界石油对象组成的事实 于是到了70年代末 80年代初 变成世界出现了新的分歧 是继续沿着函数化 结构化的道路前行 还是大胆拥抱面向对象的新思维 答案终将在1980年代浮现 进入1980年代 软件复杂度持续攀升 系统越来越庞大 模块越来越多 内存管理 并方控制等问题接踵而止 开发者不仅要编写逻辑 还要与底层资源反复较量 结构化编程虽是主流 却已显得力不从心 就在这时一门折中的新语言登场了 C++ 1979年贝尔实验室 比亚尼斯特劳伯特鲁普 正在从事系统仿真研究 他发现 similar的抽象优雅 却运行迟缓 C高效迅捷 却表达力不足 于是他做了一件大胆的事 将类 继承 多态等抽象能力 直接架接近C 这就是C++的起点 与追求纯粹的small talk不同 C++更像一座桥梁 在底层性能与上层抽象之间架起通道 在这里你可以定义类构造对象 继承 重写 重载 你可以利用模板在编译期实现范形逻辑 同时 你依然拥有对内存指针 甚至汇编的完全掌握 C++核心主张是零成本抽象 抽象不应该带来性能损耗 为此他引入了 RII 对象的生命周期 及资源管理周期 STL 强类型 零开销的模板库 这些特性让C++成为构建高性能 大规模系统的利器 然而 自由也意味着代价 C++把所有工具交到你手里 却不会替你兜底 模板爆错 动辄上百行 指针与内存泄漏 完全靠程序员自己掌握 这种复杂性 也让他的学习曲线陡峭无比 有一张流传深广的漫画 名为21天自学C++ 提出 你自信满满 第1到10天掌握变量 函数数组 第11到21天 学习指针继承 堕汰 但很快 21天变成两年 两年又变成20年 最后你依然在和模板错误 内存管理时刻 这幅漫画讽刺的正是 C++根本不是述程的语言 而是一门需要终身修行的语言 即便如此 C++依然成为工业界的事实标准 Windows内核与驱动框架 由C++编写 Oracle数据库 底层大量使用C++优化 GOM以C++实现 浏览器引擎 图形系统 游戏引擎 几乎都基于C++ 它不是最简单的语言 却注取了现代软件的底座 而下一个故事 将带我们走向另一种选择 贾瓦 90年代初 C++已在企业流行 却在复杂性与内存隐患面前显得笨重 1991年 上的詹姆斯高斯林团队 启动了零IK项目 最初目标是机顶盒等嵌入式设备 很快他们发现在嵌入式控制器里 解决可移植的方法 同样能解决互联网代码可移植性的问题 20年前 C语言让操作系统摆脱了对硬件的依赖 而贾瓦更进一步 让程序摆脱了对操作系统的依赖 就这样 Java从家电控制转向了互联网编程 1995年 伴随着HotJava浏览器的亮相 以及Netscape对Java Applet的支持 Right once run anywhere 成为Java最响亮的口号 Java的最大突破 在于GVM Java虚拟机 与直接编译成机器码的C++不同 Java的程序被编译成字节码 由GVM在不同平台上解释 或及时编译运行 这意味着 无论是Windows、Mac还是Linux 只要有GVM代码都能无缝迁移 可一次性第一次真正成为现实 同时Java弃用了指针运算 引入垃圾回收 避免内存泄漏与悬挂指针 早在Lisp时代 GC就已出现 但Java把它带入主流工业语言 让成千上万开发者 第一次真正享受到 内存自动管理的便利 对企业来说 可靠性才是最关键的 Java第一个舞台是互联网浏览器 通过Applet 网页不再只是文字和图片 而能嵌入动画、小游戏、交互组件 虽然今天看来笨拙低效 但在90年代 这是千说未有的体验 它让人们第一次感受到 互联网不仅能传输信息 还能运行应用 某种意义上 Java Applet甚至可以看作最早期的小程序 与今天的微信小程序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与此同时 Sung推出了Java Serverlet和GSP 让开发者在服务器端编写动态网页 取代了CGI的低效与混乱 Java的身影开始出现在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项目里 真正让Java奠定黄金时代的 是它在企业开发中的底位 2000年前后 Sung推出了G2EE 它不仅是一门语言 而是一整套企业应用标准 数据库访问 事务管理 安全认证 分布式组件 全都被纳入统一规范 对企业而言 这意味着 无论找哪家公司开发 只要遵循G2EE系统就能兼容 迁移和扩展 Oracle IBM BEA等巨头纷纷加入 形成围绕Java的产业联盟 语言第一次真正成为工业标准 G2EE的复杂性 催生了新一代开源框架 2003年 Spring Framework问世 以依赖注入 和面向切面编程 简化了开发 很快 它与Strax Hibernate 结合 形成了鼎盛一时的SSH架构 成为了无数企业应用的默认选择 但随着系统规模扩大 SSH的整合与配置 依旧让人头疼 2013年 SpringBot发布 以自动配置和开箱集用的理念 让Java开发再次迈向高效与现代化 这标志着Java的黄金时代 进入了社区驱动的框架时代 2008年 安卓系统正式发布 移动互联网时代 拉开序幕 Java成为安卓应用的主要开发语言 让它从服务器 企业系统进一步走向亿万用户的手机 这不仅延续了Java的黄金时代 也让无数开发者通过安卓 走进编程世界 多年后 谷歌推出Codling 但Java依然是安卓世界的根基 Java不仅成为大学必修课和企业首选语言 更在银行、政府、电商等关键系统中无处不在 那个冒着热气的咖啡杯logo 成为90年代互联网时代的象征 Cmula拨下种子 使毛套可承载理想 C++带来的力量 而Java则在互联网时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面向对象不再是实验室的设想 而是真正成为全球软件工业的通用语言 下集我们将进入互联网的浪潮 Web语言的崛起与纷争 但互联网真正普及 PHP与JavaScript这些不高雅的语言 如何改写了世界 我是Roy 我们下期视频见